我真的没有办法 在明白你的心意之后 还继续像现在这样下去 我做不到 你如果真的把我当成一个好朋友的话 你就不要把我变成一个坏人 请不吝点赞订阅 叶轩哥 叶轩哥 来了 早有事了 这个是上次过剧的文宣 给你看一下 你还没吃饱 弄一点 叶轩哥 反正我也饿了 你先坐一下 叶轩哥 先坐一下 很快就好了 是他让你那么难过的吗 怎么会呢 他也没有错 错的是我 我不应该喜欢他这么多年 都不让他知道 我不应该在他最需要的朋友的时候跟他告白 害他连唯一的朋友都失去 说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喜欢一个人怎么会有错 我也喜欢你很久啊 那我就有错吗 小安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我想终止跟缺客合作 我本来就只是喜欢做菜而已 是因为艾莎的关系 我才答应在缺客开一个节目 现在艾莎不在了 我也没有理由再去缺客 请你回去跟公司说 这一期的影片我会录完 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 为什么每个人的眼里都只有杜艾莎 为什么连你也一样 不管我多努力 都只看见杜艾莎 那我呢 我呢 我呢 我怎么 我让你亲口对我说 我真的比不上他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来 没得到你 故意就把你变为永远 说不上多思念 只是没有忘却 像一个秘密 埋在时光尽头 这样就好了 那么好吧 我是不愿意的 是吗 就是想过来 我说不想 你 你 你 我 对不起 我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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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